Hello 大家好 我是姚主 在新西兰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关西西兰父母是否会给孩子买房的这样一个事 大家可以在我分享之前先猜一猜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 这个好吃是我最近前两天买到的 是在康当超市里面买到的 这个是那个Toronto的那个小三角的 就是薯片在国内是有 但是小饼干好在国内没有 然后我之前吃过其他味道的 价格应该是三块多牛币 但是我昨天在康当不知道为什么看到 这个比其他饼干都便宜 就是新西兰特别合适的 就是特别老款那些饼干 都是三块多 这个居然卖两块二 我在想 诶 是打折 不是 现在就显示是两块二 我去年买还是三块多 打折的是五块钱两盒 现在这个价格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新出了一个味道 反正我之前没见过 然后这个味道是那个 就是蒜香面包的 大家吃那个披萨的时候 不是会经常吃到那个蒜香面包吗 特别好吃 我建议如果是在新西兰的朋友们 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是属于咸口的 然后而且非常非常的脆 然后跟大家说完这个好吃的 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块 分享一下有关新西兰的父母 是否会给孩子买房的 大家是怎么想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 咱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其实在叫这个标题就是说家长给孩子买房 我觉得这个标题只属于我们中国人是吧 就是大家一想的话 就是只有在我们祖国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尤其是在新西兰待久了的人都知道 新西兰和海外有很多的西方国家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状况 叫什么 这个孩子我养养到18岁 18岁之后直接轰出去了 然后你自己去租房也好 你愿意去买房 你有钱 你去买也可以 但是总之你不能在家住 如果你在家住 请给我房租 现在就是说其实在新西兰住久了的 很多的华人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比如我有个朋友 然后他的孩子就已经是成人18了 开始呢 是在外面租房子 他觉得其实挺贵的 然后没那个必要 那你就搬回来住吧 搬回来住 也得给租金啊 不用给的那么多 或者说至少我不会因为我有什么变动 我把这个孩子轰住 你就稳定的住 但你得给我租金 每周你都得给我家长租金才行呢 我觉得这个教育方式还不错 但是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还记得吗 我有一次我去看房子 然后呢 居然有那个洋人的老太太 新西兰当地人的那个老太太 就带着孩子给孩子来买房 我当时可能是看到过 和听说过两三次 我当时就觉得 不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画风要变 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说 完全不管了 给你轰出去了 那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就是因为房家长都太厉害了 是 他们是 头脑很死心眼 然后头脑也不太灵活 但是 也不至于傻成这样吧 就是觉得 说现在新西兰的房子 一路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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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孩子 比如说刚毕业 或者说他很年轻 二十多岁的话 那他如果真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 这房子长成什么样 他们还能买得起房吗 这个就是现在新西兰家长 我觉得最担忧的地方 所以就变成了 现在新西兰的家长 很多都给孩子买房 对 现在这个就是 在这几年当中 已经完全的变了 当然 他的这个给孩子买房 能跟咱们传统意义上的 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哪一些些不一样呢 首先呢 他们会 因为他们比较轴嘛 所以他们呢 就会说 因为房子将来会涨 那么现在我帮你 先买一下 我帮你 然后在我帮你的过程当中 怎么能提现我帮你呢 你的这个房产真人商 需要有我的名资 对 我占百分之多少 我这个首付是帮你付的 因为你现在买一个房子 平均下来的首付 怎么也有 二十万新西兰元 就差不多一百万人民币 那些小孩刚毕业什么的 而且新西兰人 传统性的就是不攒钱 所以他们是没有钱的 那家长就说 好 那我可以先帮你付首付 然后这个 这一部分是属于我 搭 以后你那个 对 反正这个名字你有我 你能还呢 你就还上 给我回头 名字再转回去给你 如果还不上呢 就算我先帮你的 那我永远还不上 怎么办 没关系 虽然永远还不上 但是呢 不是还有一个情况吗 就不是还有遗产吗 这遗产呢 咱这是信用卡 划了提前支出 他是先把这遗产 划了提前支出 给他们家孩子 那这个还是 以后就算 是遗产提前支出给你的了 那这个统计啊 不是官方的统计 是那个 一个就是类似于 可能是贷款公司啊 或者说中学公司 这样的一个统计 那你们知道这个数字 是有多少新西兰 就是这么说 新西兰的年轻人买方 有多少是家长帮助买的吗 百分之百 这个数是百分之百 帮助的金额有多少呢 百分之六十 我就说 这些父母也是挺有钱 他们的钱哪来的 好 以前就说 新西兰人不攒钱 然后也没有钱 也没有这方面的头脑 但是经过我们华人 伟大的华人 在这边对他们的系统 加上行动的教育 他们终于聪明点了 很多人他们可能有房子 他们卖掉 然后有一些就是 平时不太用的房子 他们可能就卖掉 还有之前 比如有两三栋的房子 他们可能有一部分 就是出租出去的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投资房啊 或者他们就用这个 来来那个 有额外的收入 然后这些额外的收入呢 他们就会攒下来之后 给孩子来帮助他们去买房子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他们呢 就还是比较轴的 就是说 因为他们这些父母啊 他们就是从小被教育 确实也非常好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信誉值 这个信誉值 其实一辈子 比如说你借款还款啊 然后还有就是 其他的一些 一些这种信誉的值 他们还是有 有自己的一个评估的 那他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风险 比如说 我帮你交了首付了 但是你的贷款 是不是能够还得上 你是不是能如期还呢 如果你中间没还上 或者你没有如期还 那么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因为他的首付是有家长付的 而且呢 他这个房子上面设家长的名字 如果这个孩子还不上的时候 那家长要不要帮助还呢 你帮助还 那么你就真的是你全帮买房了 他们就觉得 对吧 如果你不帮 你又变成了 你的信用值会受到一个伤害 那他们又会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风险 那我觉得 因为在他们 去帮助孩子买房的时候 我觉得去放这个贷款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可能也都是评估家长 他们是这种叫做担保人 如果房子还不上 你就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风险 其实有很多 都是在他们认为 是在家长身上的 所以呢 现在新西兰的房子的价格不但高 还会出现了一些这种 我们之前认为 完全不会出现的状况 就是新西兰的家长 百分之百 要帮助孩子买房 这个事情真的是 从来没有出现 因为之前我有个朋友 他是一个KV男生 然后呢 他呢 就那个时候我已经买房了 是我的大学的同学 然后他就说 他说 嗯 我想 我想 那个时候 我想 我想 未来我要买一个房子 他跟我说的时候 就是六七年以前吧 六七年 我说你想买什么房子啊 他说 嗯 我想买一个 apartment 小一点的就可以了 可能就是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 可能那时候可能二十多万吧 但我不知道他后来买没买 但我就在想 那你为什么不付首付 然后买一个 带地的房子呢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说 但是他们就觉得 我买一个apartment 我能够承受的起的 然后我买 就是买公寓 我能够承受的起的 然后住着也舒服的 就OK了 其实他这样一个思想 但我不知道现在 现在我不知道他的父母 有没有帮他买房 我不知道他现在 是不是后来买了公寓 嗯 我不知道什么是状 什么状况了 但是我相信 嗯 他们的思想 已经 随着房价的增高而变换了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 那么大家觉得 父母帮孩子买房这件事 有没有 应该或者不应该 对或者错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拜拜